大家好,今天要带大家回顾一部经典老片 1967年的犯罪电影《独行杀手》 在黑暗阴郁的旅馆房间里 杀手杰夫抽完最后一根烟 屏幕上打出武士之道的一句台词 武士能忍受世间最不堪忍受的寂寞 之后,杰夫穿上一身杀手的行头 长风衣和帽子成为日后所有杀手电影的服装标配 杰夫走出旅馆,准备完成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他顺手偷了一辆汽车 在车厂将汽车改头换面 然后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他开车到一个旧情人珍妮那里 告诉他自己会待到凌晨离开 但珍妮告诉他自己的男友两点钟就回来 杰夫表示他会在1点45分离开 珍妮很高兴杰夫能来 因为他喜欢被人需要的感觉 杰夫仍然冷冰冰的没有任何回应 离开珍妮家以后,杰夫来到一个赌场 告诉赌场的人给自己留一个位置 他会在两点钟过来 之后杰夫就开始实施暗杀 他的目标是一个地下俱乐部的老板 杰夫敏捷地从后门进入办公室 简单地道明来意 老板来不及拿出枪 就被杰夫干掉 杰夫走出办公室 却碰到了一个女钢琴师 但他已经为自己找好了不在场证明 于是没有杀掉钢琴师 而是迅速走出俱乐部 将枪丢到河里 然后赶到珍妮家楼下 趁着他男友回家 故意与他擦架而过 到此杰夫就完成了整套暗杀计划 老板的尸体很快就被发现 警察来到现场通知各个骗区 抓捕在案发时间的可疑人员 因为杰夫是两点才到赌场的 所以也被旁问了 因为俱乐部的人 有的似乎看到了他 但是又不太确定 这时他告诉警察 案发时他在珍妮的家里 珍妮和男友一起到了警局 他按照之前和杰夫串好的口供 帮他做了不在场证明 而男友因为曾经和杰夫擦肩而过 因此对他有印象 警察为了确认他看到的就是杰夫 于是将杰夫的衣物和其他人调换 但恰好珍妮的男友是个过目不忘的人 他一眼就辨识出 当时杰夫穿的衣帽和样子 就这样杰夫的不在场证明足够充分 但警察还是认为他很可疑 最后就让俱乐部的人再次辨认 俱乐部里只有女钢琴师 马雷利曾经看到过杰夫的样貌 但奇怪的是 他却否认那人是杰夫 就这样摆脱了嫌疑的杰夫 走出警局 与中间人在大桥上完成交易 但中间人不但没有结算费用 反而以杰夫暴露身份为由要杀了他 杰夫毕竟有着杀手的敏锐 及时发现对方的意图 一番争斗之后 杰夫手臂被打伤逃跑 他回到旅馆爆炸了伤口 此时谋杀老板的雇主现身 他决定派另一名杀手 去解决杰夫这个麻烦 警局中负责案件的警察 仍然觉得杰夫的不在场证明太刻意了 而且他的身份和行为都很刻意 于是决定继续跟踪监视杰夫 他们来到杰夫住的房间 安装了窃听器 这时杰夫来到俱乐部找马雷利 他对马雷利没有指证他这件事很怀疑 马雷利对他的出现毫不意外 杰夫指出 马雷利不揭穿他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故意捉弄警察 而另一个就是有人受益 因为自己被怀疑会牵连到雇主 所以想要杀他的肯定是雇主 于是杰夫问马雷利是否与雇主有关 马雷利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让他两个小时后再打电话给自己 杰夫回到旅馆 发现笼子里养的小鸟不对劲 经过一番搜查 他在窗帘的角落出发现了窃听器 于是杰夫就到外面去打电话 但马雷利却没有接听电话 而是走出了房间 杰夫回到房间看到小鸟躁动不安 他意识到不对 一回头就被一个男人拿枪指着头 他是雇主新派来的杀手 但雇主临时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不杀杰夫 而是让他去完成另一个任务 但杰夫没有任何慌乱 他告诉杀手自己不跟拿枪的人说话 然后趁着对方收起枪 利索地将他放倒 逼问出了雇主的住址 之后杰夫准备去干掉雇主 在车上 杰夫摆脱了大批警察的跟踪 与珍妮做了最后的告别 然后来到雇主家 发现他就住在马雷利楼上 此时杰夫明白他就是雇主的情人 雇主发现以后 杰夫将他开枪打死 之后杰夫又来到俱乐部 将枪装满子弹 寄存了自己的帽子后 没有拿走存条 然后他戴上白手套走向马雷利 但还没等他开枪 身后的警察就开了枪 杰夫在乱枪中倒下 雇主的最后任务 就是让杰夫杀掉马雷利 但没想到他会反杀了自己 但警察此时发现一件怪事 杰夫要杀马雷利的枪里并没有子弹 或许他一开始 就没想过要活着离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有厚重的 米尔维尔的个人风格 独行杀手的形象 很好地诠释了 开篇所说的武士道精神 即毫不犹豫毫不畏惧的死 而阿兰德龙帅气忧郁的杀手形象 也成为影史中的经典 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作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